今天我把我们的好兄弟老李请过来 做一个闷丁肉表 李哥 你介绍介绍你的详细比例 介绍面和水的比例 一斤面 六两水 这个是咱要做一个简单的葱油 花椒要用开水泡一个花椒水打这个馅 这是十方酱 现在做起来先把这个花椒水泡了 就是漆出来的花椒水 包括它漆出来的这味道 我觉得比煮出来的香 对 咱也不咱先和面 这是微水 三四十度 烫水就行 一定是面把水煲煮 是吧 你要是水煲面的话就完了 这个面咱就加上火这边 再是一共三次也可以 就是三十毫三起啊 对 姜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进去 好了 花椒和辣料一块 这个小火麦靠 把这个炸成金黄散就可以了 拿这个锅的余味 耗它一会儿 这个葱香味也会更浓 这个豆豉要剁碎 是吧 对 这是十方酱 这是我刚才把姜汁剩的姜油 这肉馅是多少啊 肉馅是二斤 花椒水 也得一点一点味道 对 这个馅还得软点 因为这个梅丁肉饼 吃的时候得流汤 所以馅也得软 酱油 来个25克左右 这是黄豆酱油 黄豆酱油一个30克 就是跟咱们刚才的酱油差不多 老抽 老抽是它的一半 嗯 来 加料油 加料油 料油就刚才呢 那勺儿得照着一勺 香油来点 好 可以了 咱个人把葱花 把那个洋葱都切了 切成丁 最好不要剁 第一次切成 一斤肉馅可以 把两个葱头 葱头切好了 放上面可以 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包 什么时候再拌 不要提前拌 第二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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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盖的小 这是第三遍 第三遍就可以了 揉光了 刚揉出来就已经 人家一个饺子气 基本上就是要14克左右 咱那个精神一个 就是16克到17克 擀到直径就是15克左右 边上薄 心稍微厚一点 不能擀小了 这还有方向吗 没有 这还不能长时间的去搅 就是拌匀了就行了 你先打个样 我也学一学包文丁 就跟包包子一样 这不能漏汁 来 包我来 这样 在下的时候 再整个面前冲上去 先让定型 哪一个大小跟象棋等这么大 这也能看出哪个是我包子吗 能 干什么 干什么呢 不落大火 不落大火 可以 盯住了赶紧翻锅 翻锅它定住就行了 千万别翻碗了 翻碗了也容易漏 一定要早翻 现在可以翻锅了 盖上盖上盖上 这个熟了 实际上 好 咱这个出锅 先轻轻地舀一小手 您开出一个口来 您用手一起 看到没 这是汤汁 不是油 小口小口地舀 要不然烫软 太棒了 一大肉饼 看看 行 这样活 不错 不错 吃着这个洋葱的味道呢 这种脆脆的 然后葱香味和肉的融合非常好 旗子烧饼 门丁肉饼 大家喜欢吗 谢谢雷哥 在家做起来 在家做起来